俄羅斯總統普丁罕見 訪問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當然要熱情迎接 在平壤今日城廣場 還有歡迎儀式排場之大 建築物上懸掛普丁 金正恩兩人的肖像 畢竟兩國在國際社會上 都不討喜都被美國制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厚瀚 北韓越走越近 北韓被批為俄羅斯提供大量彈藥 美國官員說北韓已經提供 俄羅斯1.1萬箱彈藥以及飛彈 普丁此行最重要莫過於繼續 拉攏金正恩 並為戰爭尋求資源支持 那北韓能得到什麼呢 莫斯科提供先進軍事技術 駐飛彈軍事間諜衛星發展 以及糧食援助 這是普丁時隔二十四年到訪平壤 上一次是兩千年七月 首次當選俄羅斯總統四個月後 會見當時領導人金正日 也就是金正恩的父親 分析表示被國際社會孤立的普丁 正在積極打破被西方孤立的狀態 拉攏志同道合的朋友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日前出席 華府支庫活動時表示 如今的普丁更依賴獨裁國家領導人 先前還違反聯合國制裁 送了臺俄羅斯豪華叫車給金正恩 分析指這給西方帶來挑戰普丁磁 孤立非洲拉美等反美國家越來越團結 並違反西方制裁規定提供俄羅斯與北韓更多物資 專家認為普丁訪問更提升金正恩在反美陣營的地位 也增強他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前的籌碼形成中俄爭取北韓青睞的局面 而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普丁還能出訪北韓和越南 因為這兩國都沒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的公約 法律上沒有逮捕普丁的義務 不過專家也表示和普丁合作的國家各有圖謀 縱使如此普丁要想實際證明不會被西方打倒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臨時梁 揮鬧